在OneNote的群组任务中 除了自行建立新的教材外 也可以从您自行建立的课程 或是订阅的课程加入群组中 首先我们来看看如何订阅公开课程 从发现里面的课程 您可以找到很多已经公开的课程内容 找到想要加入的课程后 按下右上角的订阅 这样就OK了 回到群组任务中 可以选按选取单元 在这里您会看到您所自行建立的课程 或是来自订阅的课程 选按想要加入的课程名称 将您要加入的教材勾选起来 按下右上角的加入 单元的使用方式有两种 使用复制的方式 您可以为自己的任务单元 重新设定过关条件 使用引用的方式 则遵循课程创建者 他所设定的过关条件 在这里 我们先使用复制的方式 您可以自行进入教材单元中 设定此单元的完成指标 您也可以透过搜寻单元 来寻找公开课程中的单元内容 输入关键之后 按下键盘上的Enter 在搜寻结果中 找到您需要的教材后 在右下角 选按加入 就能将这教材加入任务中 完成教材单元的新增后 别忘了按下储存 这样就能完成任务的编辑